男人只喜欢漂亮女人 在择偶上,外表好看肯定是加分项 但并不是所有男人都只看女人的外表 为什么有些长相一般的女人更容易拖大 抛去现实原因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这几种特质 1.贤惠能干 虽说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 但现在的女性有时候还要外出工作 有时候不能很好的平衡家庭和工作 如果能在把工作做好的前提下 在家里贤惠能干 能处理好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 一定会牢牢的锁住男人的心 要是漂亮的女人能贤惠多点 更容易让男人上瘾 女人贤惠不是为了取悦男人 只有把生活搞好了才能更好的投入工作 这也是一种投资和镀金 2.独当一面 不会因为一些琐事就找男人解决 女人越有独当一面的本事 男人越会上瘾 要是什么事情都喜欢找他 不管事情大小 就连买个水都还要询问一下买什么样的好 这样只会让男人反感 何必呢 在任何时候女人都要学会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做事雷腻风行 除是独当一面 不仅会让男人对你刮目相看 也会提升自己的安全感 毕竟不是所有时候身边都有男人陪伴 3.生活情趣 男女之间的生活都不希望是死气沉沉的 懂得生活情趣的女人 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不会让自己和男人陷入互相不说话的局面 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磨难和艰辛 但是要把这些东西当作有趣的东西 这就需要超高的情商 有激情的生活谁不想要 能把这种昏沉的生活过得有情调 一个女人最需要占主要权 忙于工作 忙于公波的时候 偶尔来点生活情绪 男人不但会上瘾 还会无法自拔 有优势女人 就用优势让男人上瘾 没有优势的女人 在生活中要创造优势 让男人上瘾 谁不希望外表和内在并存 但是这些不足的时候 不妨具备这三种特性